其實一直以來在台灣所買到的小米盒子越獄版 都不是在幫你取得它的最高權限 而只是在幫你安裝一些好用的APK程式進去 那今天呢就有觀眾朋友問我說 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透過USB把檔案安裝到小米盒子上面 並且可以把小米盒子的檔案存取出來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怎麼樣做到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肥 今天這一集好像又是拿來擋人財路了 因為我只要做這種教人家怎麼樣越獄 或是教人家怎麼樣DIY自己搞這些東西的影片 都會多多少少擋到一些人的財路 然後造成我的影片的導戰書都偏多 那今天呢我們就一起來看看要怎麼樣做到 把檔案不透過USB安裝到小米盒子上面 並且呢也可以把小米盒子裡面的檔案存取出來 存到USB上面或是你的雲端硬碟上面吧 好來我們先上這個PLAY商店 進來之後呢從右上角的這個搜尋 好我們直接搜尋這個X 然後P有沒有出來了 這樣子就可以搜尋得到 因為有一些朋友啊就連download也在問阿肥說要怎麼樣搜尋得到 所以阿肥這邊直接做一個示範 那就直接從這邊就安裝下載就好 安裝好之後呢我們就直接打開這個XPLORE 對阿肥英文不好 所以直接用唸出來的 不然又會被一些魔人靠北了 好打開來之後呢你會看到這個介面其實是英文的 跟中文也有並存啦 不過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跟我一樣 音詞嘛 所以就打開這個Menu 選擇這第一個CON這個 打開之後呢你就往下移 移到這邊有沒有看到這個語言 這叫Language 好它現在是英文嘛 我們就把它調到中文 它這裡只有簡體中文 不過勉強可以用 那調了之後呢有沒有 出來之後這邊就是都變中文了 你會比較好分辨 那移到這個網盤的地方 這個網盤就是我們的那個雲端硬碟 那這雲端硬碟的地方呢 我們就選擇添加服務器 那這邊呢就可以選擇你所用的雲端硬碟 那阿肥是用Google的 就點下去 有沒有可以出現那個帳號 它會直接連接來 因為像剛才Play商店 就已經有連接我們Google帳號 所以說會非常的快速就可以設定 好 確定之後呢 它就會直接顯示出來 有沒有看到 這個時候呢 就很簡單了 我們要安裝什麼 在雲端硬碟裡面放好之後 直接按下去就可以安裝了 好 那把檔案安裝到小米盒子 或者電視棒上面呢 這一段流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接下來呢就要講說 要怎麼樣如何把電視棒的 小米盒子上面的檔案 直接轉到USB 或是轉到這個雲端硬碟上面 因為有一些朋友就是不知道要怎麼轉 那阿肥後來去研究了之後 才發現這個方法 那你們可以看到 我用這個雲端硬碟來示範 把雲端硬碟打開 我可能 我就是要存到雲端硬碟的這個位置 那就直接按到這裡來 那跑去我小米電視棒的這個儲存空間裡面 我都儲存在這個download裡面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你之前下載過 安裝過的APK檔案在這裡面 只要呢 把這個OK鍵按住 會出現一個這個 複製 點下去 有沒有 它會把這個檔案複製到 你的雲端硬碟上面 按確定 那就會這樣子開始傳輸 傳上去之後呢 你們看 有沒有 剛才阿肥純的檔案 就已經傳到我的雲端硬碟上面了 這樣子呢 就非常的簡單 就可以完成 上傳以及下載這個動作 那如果有一些 你不知道該如何安裝檔案的時候 你就可以透過這方式來安裝 或是呢 你有什麼樣的檔案 想要從小米盒子上面 轉出來的時候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直接轉出來 有沒有 要認明喔 要用這個 XPLORE 才能達成這個方式 那這個的話 就分享給你們吧 哇 我覺得 阿肥又要得罪那些 靠這種 越獄APK賺錢的廠商了 那如果對於小米盒子一些商品的操作 有所不懂 或是 我覺得 你的問題可以適合拿來做成影片的話 那阿肥也會嘗試的來做成影片喔 好啦 那如果有廠商想要提供任何產品給我開箱的話 聯絡我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 訂閱 分享 打開小鈴鐺 我是阿肥 我愛你們 see you later bye bye